天刚亮,勤劳的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被博物笼罩的山区伴随着一声声悠扬的歌声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广袤而又富有生机的土地 俯瞰这上下交错的梯田 仿佛看到了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们 湖面响起了唢呐的声音 一条小船游远及近 船上满面笑容的男人是新娘的大伯 教中的女孩名叫萧萧 无父无母的她从小在伯父家长大 对于出嫁,她不像别的姑娘一样大哭 她只当是换了一处住的地方 她即将要成为杨家傲的媳妇 而她要嫁的丈夫则是一个名叫春关的三岁男孩 对于这个只有十二岁的萧萧来说 结婚更像是一场热闹,好玩的游戏 而对于年幼的春关来说 拜堂成亲还不如刚才的小狗好玩 无奈之下,萧萧只好跟一只大公鸡拜了他 婚后,萧萧承担其洗衣做饭的家务 小丈夫春关叫她姐姐 萧萧到哪儿,她便跟到哪儿 就像她的尾巴一样,对她形影不离 这天萧萧在河边洗衣服 一只送葬的队伍从这里经过 队伍的最前面,一个中年女人怀抱着一个孩子 棺材后面的年轻女人哭得撕心裂肺 被人搀扶着 萧萧抱着春关,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的队伍 晚上姨婆告诉她,巧秀娘真可怜 刚和丈夫圆房两年,丈夫就死了 丢下孤儿寡母 巧秀娘以后都要带孝首寡了 萧萧好奇地问姨婆 姨婆,什么叫圆房 以后你就知道了 嗯 婆家也对她很好 她没有受到过别的同样洗衣所受的虐待 也没有像被饿着动着或者当成免费牛马一样劳作 转眼六年时光过去 萧萧已经成长为名谋好齿的大姑娘 她依然一边干活,一边带弟弟玩 春关也大了一些 玩耍的时候,她说 你是我姐姐,你是我媳妇 哎呀,冷气死了,靠不救你小辫子 回家的路上,他们遇到了背着一大落猪草的巧秀娘 盘着的头发上用白布包裹着,象征着她这个首寡带小的身份 杨家有一个长工,名叫花狗 她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这天在干活时看到了远处的萧萧 花狗经常调戏萧萧 说的婚话也越来越过分 气得萧萧转身就走 从这里看出,花狗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夏日的夜里,大家坐在一起聊女学生 据说他们都剪着短发 穿着白上衣,黑裙子 露着胳膊和大腿 只晓得读书,花钱很厉害 遇到喜欢的人就要结婚 不要没人也不要礼金 他们称这叫自由 妇人们听后直称造孽 祖宗礼法都不要了 萧萧满脸兴气的听着 眼里毫不掩饰对女学生自由的向往 大家似乎也看出了萧萧眼里的好奇 爷爷打趣的问他 是不是也想做女学生 萧萧羞涩又肿破的点了点头 而后又迷茫的摇了摇头 但是从那时起 他的心中突然就有了一个愿望 就是去城里看看女学生 看他们是否像村里人描述的那样 女学生是冲破封建压迫的希望之路 萧萧在花一样的年纪 自然也想要自由和梦想 她心中对女学生充满好奇的同时 也充满了渴望 想有一天像他们一样 远离封建荼毒 奔向光明的未来 萧萧已经16岁 在她表达出虽然女学生是怪人 但是她要做女学生时也不怕事 婆婆就对她充满了警惕 势则她胸不起来也不知道裹起来 长这么大了还不长心 晚上脱了衣服 萧萧看着自己发育的身体 若有所思 这听花狗要去外面赶集炸油和卖筐子 春关吵着要去 躲在后面的萧萧也想去 爷爷叫她 说让她带着春关一起去 可把两人高兴坏了 花狗和哑巴哥背着货物 萧萧则背着春关 春关让花狗唱歌 花狗就唱了起来 歌声在山街回荡 赶路的人也就不觉得累了 繁华的集市景象 让第一次感激的萧萧 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 吹唐人的老大爷 染布的伙计 一处卖红色头花的摊位 让萧萧停下了脚步 她拿着珠花左看右看 旁边的春关则对面具感兴趣 不知谁说了一声 女学生来了 萧萧也挤到人群中去看 他们白衣黑裙短头发 萧萧目不转睛地随着女学生的脚步 她充满了向往 几个老男人调侃道 女学生的裙子下面还穿着裤子呢 他们找到花狗 花狗也办完了事 就一起坐船回家 船桨在水面上波动 就好像萧萧的心 也因为女学生而产生了波澜 春关玩着面具 又拿出一枚红色头花 说是花狗书买给姐姐的 还不让告诉阿娘 萧萧看花狗 花狗也看向这边 一脸含笑 一江春水 春心荡漾 婆婆生怕萧萧那萌动的青春 被外解锁左右 开始大肆打压她心底萌生的欲望 帮她裹胸 让她明白李易廉耻 花狗则在外偷看 她跑到外面 对着树林大喊 对着河水大喊 发泄着内心的欲望 最后跳进河里游泳 然而胸部是裹紧了 但到底是裹不住少女燃烧的浴火 一个倾盆大雨天 她背着春关在磨仿躲雨 她脱掉湿透的衣服 解开果胸的白布 谁知在田里干活的花狗 也进来躲雨 萧萧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抓过稻草挡住 可是怎么挡得住 花狗目不转睛地 看着稻草中若隐若现的少女 她支走了春关 又拉开水闸 让石墨盘转动起来 雨声夹杂着墨盘声 花狗扯掉了萧萧的裹胸布 萧萧失了身 尝到情爱滋味的萧萧 开始讨厌起了春关 这个小丈夫 夜晚的挖叫声 此起彼伏 萧萧提着木桶 来到花狗屋前 故意发出声音 吸引花狗醒来 他们来到稻田里 以解相思之苦 她觉得春关采回来的酸果子 很是美味 没错 她怀孕了 一次欢愉过后 她希望能跟花狗一起 私奔到城里 去过自由的生活 花狗一听私奔 却胆怯了 说外面都是有规矩的 连乞讨都要守规矩 并说会想办法 把肚子里的肉弄掉 萧萧心中满是害怕和恐慌 恰遇隔壁寡妇巧秀娘 跟人偷情被抓住 情夫被人打得惨叫连连 花狗看着被打断腿的情夫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恐惧 人群中的萧萧也一样 巧秀娘像个祭品一样 赤身裸铁地被人绑着 扭曲地躺在木板上 被人抬着走 满山举着火把的村民 像看一场游戏一样 麻木淡漠地看着 他们脸上刻着朴实 又刻着狠心的麻木 这一矛盾体在特写的镜头下 刻画得淋漓尽致 他们是一群淳朴的村民 从小接受着愚昧的封建礼教 在他们眼里 这种惩罚是维护道德伦理的正义 是维护整个民族文化的延续 是传承百年的规矩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礼教 却不知他们的人性 早已被愚昧的封建礼教掩盖 他们的唇仆也忽然变得猙獰起来 花狗和萧萧都亲眼见证了 这对孽缘的惨痛 他们眼中充满了恐惧 婆婆和爷爷聊天 说巧秀娘的婆家叔叔 想要霸占他 他不愿意 这才被叔叔处以急刑 连巧秀娘的娘家人 都没有通知一声 那一夜 花狗一个人悄悄离开了村庄 留下手足无措的萧萧 变群无果的他绝望地看着远处 趴在稻田里大哭 他在墨房里垂打着自己的肚子 晚上姨婆告诉他 最近不要惹婆婆生气 因为公公烧信回来 今年过年又不回来了 还问家里要钱 应该是外面有女人了 所以婆婆才会发脾气 祖里新建了祠堂 村民们都去看大戏 戏台上演的是 不守寡的女人偷情 被发现后处以族规 此后还要被牛头马面 用铁链勒住脖子 打入地狱 萧萧看不下去 逃离了这里 他去观音庙里求菩萨保佑 求菩萨保佑他 能打下身上的那块肉 结果拜的却是送子观音 他顺便偷了一把香灰 来到没人的地方 救着水强硬地吞了下去 只是身上的那块肉 却发挥着顽强的生命力 眼看着肚子一天比一天大 马上到了不能遮掩的地步 萧萧绝望之下 选择了逃跑 天黑路滑 他从山坡上滚了下来 来到河边看到一条船 可是任凭他怎么用力 小船还是纹死不动 他无奈地趴在船头 大声哭泣 在船上睡了一晚的他 还是被找到了 婆婆坐在门口哭天喊地 封建社会女人最大的悲哀 是永远被礼教廉耻束缚 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女人可以随意被发卖 寡妇不能再婚 萧萧这种败坏道德的行为 在当地唯一的命运 便是陈塘 她到底是没有逃脱命运的枷锁 并即将面临陈塘塘的命运 萧萧的大伯过来为她求情 希望婆家看在她年纪轻轻的份上 不要把她沉堂 婆婆却一心要萧萧死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洗刷他们家的耻辱 邻居大妈却说 萧萧肚肚子里有孩子 大肚子鬼怨气最大 到时搅在家里不得安宁 萧萧的大伯再次求情 说萧萧让婆家蒙羞 请求留下性命 干脆卖了她吧 另外给春关找个好姑娘 于是婆家找了人 过来打算把她卖了 但人牙子一看她身怀六甲 便不愿意了 摇了摇头走了 萧萧被发卖的事暂且搁浅 爷爷说 生下女娃就把萧萧承谈 直到她生下一个男娃娃 婆家乐开了花 虽然不是婆家的种 但家人还是很高兴 毕竟原本就不是坏人 爷爷给孩子取名牛儿 婆婆抱着孩子满脸开心 还吩咐给萧萧做荷包蛋 萧萧还是母瓶子贵地留了下来 对于她来说 这似乎是最好的结局 她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 婆家带她也跟从前一般和善 牛儿管小丈夫春关叫叔 萧萧做了婆婆 给儿子娶了一个童养媳 媳妇比儿子大六岁 春关在外面上学 街道上的女学生 还是穿着白衣黑裙 留着短发 萧萧始终都没能成为女学生 从前的过错 就这么轻松地翻篇了 萧萧也一如整个湘西村妇一样 过着属于她平淡的一生 对于萧萧来说 这似乎是更好的结局 起码比起陈堂的巧秀娘来说 她幸运太多 但这却也是整篇文章 最悲哀的一个结局 萧萧是一个勇敢又朴实的姑娘 她出嫁不像别的女孩一样哭泣 她不怕违反礼教做古怪的女学生 她和花狗越轨后 想到了冲破束缚去过自由的生活 花狗走后 她瞒住家里想尽各种打态的方法 她还计划过逃离 但倾其之力 终是推不动那艘带她离去的小船 她敢爱敢恨 虽然害怕但敢于尝试 敢于大胆勇敢的去冲破牢笼 追求她想要的生活 但到底缺了点魄力 那条女学生之路 她终是没有走成 最终 她所有的热情和向往 终于被魔力的只剩接受 她接受了自己同样的身份 接受了小丈夫 接受了做个安安分分的农家人 她那颗曾经炽热的心 已经被旧的生活习俗腐蚀 变得冷漠 麻木 但是这种可怕的陋夕 不会消失 还会代代相传下来 就像萧萧一样 由原来的受害者 到陋夕的执行者 她在时光的洪流中 慢慢对同化 她的目光里含着一潭死水 再也找不到 当初丝丝的光亮 在给牛儿娶亲的那一天 她以二十多岁的年纪 梳起了传统婆婆一样的发际 穿上婆婆打扮的衣衫 同时也象征着她给自己套上了祖辈传下来的枷锁 沈从文在文中写道 我只造希腊小庙 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 仅以此文 献给那些还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们 希望你们即使摆脱不了被生活安排的命运 也不要再以同样的方式让下一代继续轮回 走你走过的路 好 好